连队儿,魏龙豪,吴赵南河说。 您念的这是? 定场诗。 好像是西江乐。 对,是6676的句子。 何这押韵挺好听的。 那不只是好听啊,这首西江乐里头啊,还有点小趣味。 哦,在哪儿没注意? 这首诗一共是八句,哦,用每一句诗最后这个字,它的一部分作为下句诗的第一个字。 是这样吗? 是啊,第一句是八月中秋薄露。 最后一个字是鹿。 把鹿水的鹿字,这个雨子头摘下去,剩下道路的鹿。 用作第二句的第一个字。 在路上行人凄凉。 哎,不错。 梁字最后写的是个小字。 用作第三句的第一个字。 小桥流水,桂花香。 香字下边是个日字。 日夜千丝,万想。 想字下边是个心字。 心中好不宁静。 静字的一半是青字。 清晨早念文章。 刚字下边是个十字。 时代寒窗,在书房。 房字的下边啦是个方字。 方显才高,至广。 广。 哎,广字最后两笔是个八字。 对啊。 这个八字下面又回到第一句了,又是八月中秋薄露。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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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有意思,吹沫啊,头尾相间。 哎,前后呼应。 哎呀,有学问。 什么学问呢? 道听途说,寄问之学。 哦,那咱们哥俩今天连连队吧。 哦,哦,连队,啊,对个对联。 怎么样? 可以啊。 咱们谁出题呢? 咱们呢,一个人出一个怎么样? 呃,哥俩轮半。 哎,哎,哎,这样比较公平。 可以啊,哎,您不怕我把您给撑连短了吗? 笑话,没有金刚钻,我也不敢懒瓷气啊。 呃,您这是大姑娘的艳末虎啊,您跟我这儿撇邪呀。 哦,不敢,咱们别天桥的把势净说不练好。 好啊,那咱们就木剑师傅拿墨斗,咱们拉馅儿求活了。 好,您先出题吧。 听着啊,说。 我这上联是,大丈夫半截人参。 大丈夫半截人参,怎么讲? 大丈夫这三个字,他的笔划,写法都是人字的下半截。 所以说,大丈夫半截人参。 嗯,好,那我给您对朱先生三个牛头。 这对得上吗? 当然对得上了,朱先生,他的笔划写法,看上面都是牛字头。 所以我给您对朱先生三个牛头。 啊,哎,我那大丈夫是个赞叹卷。 我这个朱先生是个称谓词。 如此说来,彼此。 一样,真好。 啊,哈哈哈哈哈哈。 算什么骨头你,该你出题了。 啊,您对这个啊。 好。 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。 怎么讲,您给解释解释。 冬天下雪了,用他堆个观音大事。 哦,雪素观音吗? 这雪素观音。 哎,他的心是冰凉的。 观音菩萨一向是救苦救难, 可是这一座雪素的观音呢,却救不了他自己的苦难。 他有什么苦难呢? 太阳一出来,他就化了。 哦,不错。 啊,那我对雨淋罗汉两行孤类,假慈悲。 哎,这怎么讲? 下雨,淋在罗汉石像的身上,啊,雨从头顶上留在脸上。 哦,看起来呢,好像是这个罗汉呢,为了慈悲石人而哭。 哦,那不是真哭,啊,所以说他是假慈悲。 哦,我这上脸是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。 我这个下脸是雨淋罗汉两行热泪假慈悲。 我这是观音。 我这是罗汉,咱们俩正好配一对。 去,谁给你配对啊,轮到你出上帘了。 好,双周并行,鲁素不及繁快。 您这个是? 两条船并排在水里走,双周并行。 那鲁素不及繁快呢? 摇鲁,船才能走呢? 是,可是你把那个鲁的摇素夹得再强再快,也没有笔拉起翻来,利用风推它跑得快。 哦,明白了,您听我这下脸啊。 说吧。 百音齐奏,狄青拿笔萧河。 您这是? 就是一百样乐器在一块演奏,百音齐奏。 嗯,那那狄青拿笔萧河呢? 恒迪儿的声音虽然清脆,但是怎么比得了销声的柔和呢? 嗯,不错。 哎,那我那个上脸里边啊,利用谐音隐藏了两位古人。 哎,哪两位? 一位是三国的鲁素,一位是汉朝的繁快。 哦,哎,我那个下脸里啊,也用音同字不同的语句埋伏了两位名人。 哪两位? 一位是宋朝的狄青,一位是西汉的萧河。 双周并行,鲁素不及方块。 百音齐奏,狄青拿笔萧河。 我那两位古人是一文一文。 我那两位古人是一武一文。 有两下子。 今儿你才知道,我出题吧。 听这个,说。 五百六都,这是什么这是? 哪个话啊? 上帘啊? 什么事儿,您再说一遍吧。 五百六都,哎呀,哎呀。 哦,一壶独了醋。 独了醋干什么啊? 他人说。 我这上帘说的是啊,在屋子的北边有一只鹿,独自在那睡觉呢。 这五字的上联是 乌北路毒素 听明白吗 不是一壶毒的醋 没人吃机会 那把这醋拿去 你听我这下联 说 您这轮胎泄气是怎么着 您慢点点 西西基齐提 意思就是说 小西的西边有一群大公鸡 一起打名 西西基齐提 别嫌弃了 那又轮到您出上联 窗前猫 风吹猫 猫动猫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 窗户前面蹲着一只猫 风一吹 在猫身上的猫吹动了 可是猫呢并没有动 那是只死猫 窗前猫 风吹猫 猫动猫不动 那我这下联给您对 树上应月照影 影仪 鹰位移 你说绕口令 那是什么的 绕口令干什么 树上啊 落着一只老鹰 鹰 月灵的光呢 照着老鹰 投下一个影子来 这个月灵一动 影子也跟着移动 可是那老鹰呢 并没有动 你那也是个死鹰 谁说的 只许你那猫不动 就不许我这老鹰不动 我那猫不动 是蹲在那边 等着抓老鼠 我这鹰不动 是等着抓你那只猫 怎么不许啊 好好好 我那句里 它是用这个注音符号的 摩 凹做重点 我这句里 也是以注音符号 一鹰为主题啊 我是摩 凹 猫 毛 毛 毛 我是一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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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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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来吧 I have two dozen 阳文都出来了 耶 你刚才说阳文是什么呀 I have two dozen 什么意思 I have two dozen 就是我有两下识了 嘿 该谁出题了 该我了 那你出 你是属什么的 我是属 咱们这是连队联啊 你问我属性干什么 给我说媳妇啊 说媳妇 你一个老婆都玩不转 你还想娶啊 那你问我属性干什么呢 问你的属性啊 拿它做上联 哦 那我属马 哎 哎 等会儿 你属什么 我属鸡 哎 你管得着吗 哎 那你有本事 我就没那本事吗 好好好 这是较劲啊 哎 好 听我的上联啊 哎 我上联就用你的马 我这下联就用你那鸡 我这上联是 马过木桥 下联我对 鸡桌铜盆 嗯 我这句下边还能加字 我这句下边还能牵东西 我是马过木桥 提打鼓 我对鸡桌铜盆 嘴敲锣 我还能加 我还能牵 马过木桥 提打鼓 咚咚咚咚咚 西桌铜盆 嘴敲锣 咚咚咚咚 弄咄咄一咄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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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las狗熊啊是怎麽呀